新冠疫情就像一张无法作弊的试卷一样 考虑着那些自诩民主体制的西方国家 同时也考验着他们价值观联盟的含金量 在困境面前 一些天天将人权挂在嘴边的国家 却表现出了一大欺小 以强凌弱的真实面目 如果说去年欧洲一些大国拦截小国过境口罩 是流氓式打劫 那么美国则是武处的国家 去年4月1日 法国PSA大区议会主席透露 美国人在中国机场停机坪 以三倍价格的现机 从中间商手里 将该大区订购的数百万只口罩装上飞机 改飞美国 德国柏林警察局报出 他们向中国订购的20万只一用口罩 在泰国曼谷被美国人接走 巴西两个州从中国买到的呼吸机 在曼阿密转机时被美国扣留 通过DHL运到加拿大蒙特利尔仓库的 1万个KN95口罩 收件人在网上发现 3月28日抵达魁北克的口罩 包裹却显示转回了美国 甚至连意大利的检测试剂都没有放过 口罩生产充足后 几番伙伴之间的争抢才算是不了了之 毕竟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但今年抢东西的情况又来了 这次是欧盟要抢英国的疫苗 英国《卫报》28日报道 由于欧盟疫苗严重短缺 欧盟将允许各成员国 将英国向汇入公司订购的 4000万剂新冠疫苗扩留在本国 因为这些疫苗是在比利时 在工厂生产的 看起来欧盟做得很过火 其实是英国和美国先把欧盟给逼急了 原先英国制药公司 阿斯利康根据合同 应当在三月底 向订购方欧盟提供8000万剂疫苗 但现在只能提供25% 因为比利时工厂生产能力不足 而阿斯利康向英国提供的疫苗 却照样以每天200万寄宿都在发货 欧盟怒不可遏 你英国的工厂不是在比利时吗 一道禁止疫苗出口令下来 英国也别想得到疫苗 英国觉得自己很冤 伦敦政府与阿斯利康公司的合同 执行顺利 签约时间也比欧盟早 凭什么欧盟将与阿斯利康公司的纠纷 转载到英国头上 欧盟就是要明抢 都是千年的狐狸 英国在这里讲什么聊斋 什么政府和企业分开了 什么两份合同无关了 少来这套 这可是欧盟的地盘 明抢就是要向英国施压 你安格鲁萨克逊人 不能这样因我 再加上新冠疫苗 需要注射至少两剂才有效果 欧盟实际缺口 远不是目前的数据 去年6月中旬 欧盟向阿斯利康下了4亿剂疫苗大单 向辉瑞订了6亿剂 结果今年1月15日 辉瑞说要延迟交货时间 理由是产能不足 而法国的塞诺菲 只要研发疫苗 屡遭失败 1月22日 英国阿斯利康也宣布 位于比利时塞内夫的药厂 由于开工不足 一季都8000万剂疫苗 最多只能交付2000万剂 辉瑞和阿斯利康都拖延交货时间 必将严重打乱 欧盟内部的疫苗分配和注射计划 由此造成的损失时来承担 1月25日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发出起诉 英美公司的警告 称他们缺乏契约精神 简单说 美英合伙先骗了欧盟的钱 当初杰利要欧盟掏钱 说是为了增加生产能力 欧盟同意并掏钱了 结果美英现在居然说 生产能力不足 欧盟只好抢回还在境内的疫苗 比如比利时生产基地仓库里 还有一箱疫苗 欧盟说这应当是我们的货 但企业说这是给英国的货 欧盟说约翰逊你过来 你对这疫苗喊他一声 他敢答应吗 答应了就是你的 约翰逊说 那你喊一声看看 意大利总统 孔特形容这是疫苗战争 欧盟专家也在公开质疑 阿斯利康疫苗的有效性 美英疫苗供应跟不上 有效性存疑 那当初欧盟为什么要将保 全部压在这上面 以至于今天要对簿公堂 自从去年 各大国开始研发新冠疫苗 疫苗就被美国扭曲成了政治问题 使用谁家生产的疫苗 是政治立场问题 今年 当美国 英国 中国 俄罗斯 都推出疫苗时 连网络舆场上 都出现了明显的战队 疫苗本身是科学问题 但有人偏偏打着科学旗号 蓬美英 扁中俄 问题是真的有大V懂得 疫苗领域的专业研究吗 几乎没有 所谓科普 无非就是火箭发射 是用水洗煤 还是精煤 这类讨论 再弄几个专业名词 英文词组 一片大作就OK了 这说明疫苗之争 早已超出它本身的防疫意义 欧盟选择英美疫苗 主要也是基于政治 它的采购计划总数是14亿剂 欧盟人口约5.1亿 一人两针是足够的 6种疫苗全部来自欧美药企 辉瑞 阿斯利康 强生 莫德纳 库尔瓦 塞诺菲 欧盟要求27个成员国 统一行动 统一分配 就等着拿货吧 换句话说 是欧盟主动将脖子 伸向了美营的疫苗教所里 美营药企去年 则把胸脯拍得啪啪响 兄弟 只要你交钱 供货不是问题 同学极力宣传 他们的疫苗是如何如何先进 如何如何安全 而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 就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中国疫苗得到了很多国家的信任和批准 但仍然被欧盟拒之门外 欧盟说的很客气 理由也很充分 欧盟采购的疫苗 该生产企业必须在欧盟境内设有工厂 而中国企业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 欧盟对疫苗没有特别的偏爱 只是中国不符合这个标准 竟然欧盟把猪都压在美银那边 中国当然不可能抢买抢卖 我们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别挡了人家财路 美银接下来就是充值卡模式 合同一签 先发一批货过去 把买家套住 欧盟提前交一大笔钱 到时履行不了契约 就跟欧盟傻赖扯皮 在冯德莱恩发起起诉警告后 1月26日 阿斯康里公司负责人 索利奥特的态度很强硬 他说 合同里只是说要力争全部交付 没有刚性约束条款 而欧盟认为是几件权利 不存在什么歧义 英国玩文字游戏 就是想逃避责任 如果欧盟不扣押在比利时的疫苗 英国还未必跟欧盟谈判 所以双方扯皮 还不知道扯到什么时候 欧盟内部有的国家 已经决定绕开欧盟 单独向中国求购疫苗 今天匈牙利首席医疗官 塞巴利宣布 匈牙利成为首个 批准中国新冠疫苗的欧盟成员国 匈牙利早在去年 就给自己留了后路 匈牙利外交部当时表示 不能将人命置于漫长的等待之下 匈牙利与中国接洽 以机构买到中国疫苗 匈牙利正在庆祝自己有提前准备 脱离组织 大不了被欧盟指责 没有疫苗那才是真的要命 欧盟刺头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 要接种中国疫苗 他说 我对他最为信任 疫苗不能政治化 匈牙利要按照计划接种疫苗 不管他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美银和欧盟肯定不想到这些话 因为他们提到了疫苗政治化 另外 德国疫苗审批监管机构负责人 奇修特克今天也表示 在与俄罗斯联系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中俄疫苗出现 第三世界国家要怎么办 包括发达国家也会被美英勒索 他们没有选择余地 因此美国及狗狗们 对中国疫苗的舆论攻击 也就可以理解了 美国的后院国家疫苗政治化 各位严重 阿根廷 巴西 波里维亚等国的亲美政客和媒体 在威胁政府 如果选择中俄疫苗 他们将质疑政府的合法性 但智利总统昨天已经去机场 迎接中国疫苗的到来 不仅仅是表达了对中国的信任 也打了拉美亲美政客和媒体一记耳光 想得到美国疫苗 美国要起要求阿根廷 拿国家冰川抵押 巴西拿海外资产抵押 美国延迟交货免责 辉瑞出现严重副作用免责 这种不平等条约 不就是要拉美国家拿主权换疫苗吗 如果美国和英国有了 独一份的疫苗优势 他们一定会毫不留情的卡住所有人的脖子 收割全世界 其实各国将战胜新冠疫苗的希望 都寄图于疫苗 是非常片名的想法 中国这么快能够复工复产 社会恢复活力 靠的是疫苗吗 疫情不是好莱坞灾难片 不会有美国超级英雄 出来化险为夷 极大欢喜的结局 要想控制住疫情 任何国家 任何执政党 任何政府 除了认真负责全力以赴 事无巨细抓好每一个防控环节之外 别无他法 中国疫苗的出现是防疫工作的一部分 而不是救命稻草 这与西方的疫苗理念是两回事 问题是西方做不到中国的防疫水平 中国疫苗将许多国家民众 从美英的脚锁下挤投出来 让世界多了一个选择 多了一份心